上一期我们感受了五颜六色惹人醉的谜酒 TESTV将在下期节目三星S10之后一起评分 本期让我们看看索尼带来的最新APS-C相机6400 索尼α6400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产品 在所有人翘首期盼着α7000或者α7S3的时候 一个好似降级型的产品横空出世 没拿到产品我们就已经知道很多了 4K30帧向上180度泛车屏遮挡热靴 没有机身防抖增加了HLG 所以我和大家一样一开始喷就完善了 用过之后 各位如果你想买一个6系的索尼微单 6400绝对是你的首选 索尼有意将6400打造为一个Vlogger喜欢的相机 它所有增加或者改变的细节都在宣告着 我就是为Vlogger而生的 是 被喷的最多的一点不带防抖 拍毛个Vlog呀 这一点确实也困扰了我 连黑卡6都至少装了光学防抖 为什么大一号的6400却一点都没有 如果是拍Vlogger我只能上防抖镜头 但镜头OSS的效果确实非常非常非常烂 可倘若你要我用1000元左右的价格来放弃5轴防抖 OK 我愿意 因为6400在手里 它能做的绝对比你想象的要多 在用6500的时候 我是用了很长时间才基本摸清楚 哪一个镜头 哪一个手持的角度 哪一根脚架 哪一款稳定器 在我拍Vlog时可以准确地拍到我的脸 因为我没有180度翻转屏 所以第一次使用6400的人 不会像我一样需要去摸索 降低了学习成本 而翻抖屏遮挡热靴这个问题 好多人都在吐槽 我也是 但你可以解决它 翻抖需不需要 当然需要 就像用黑卡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需要它 所以我去网上买了一个便宜的握柄 扩展了两个冷靴 扩展了两个冷靴 除了放下来的时候有一些别扭 别的其实还挺好的 也由于我用了这样的握柄 所以产生了另一个问题 如果我要换电池怎么办 令我惊讶的是 我居然没有为频繁换电池而烦恼 约小姐姐出来拍了100多个镜头 400多张照片 其中还有一些4K视频 我中间只换了一次电池 而且第二块电池还没有用到一半 这还是我认识的索尼6系吗 不用过于担心电池的问题了 但新问题又随之出现 握柄改变了我握持位置 所以本来就很难按的录制按钮 在背对相机面板的时候就更难按了 按照以前索尼的尿性 我只能翻过来 按好再转过来拍 直到我惊奇的发现了菜单里的新选项 快门录制动态图像 能把快门当作录制 作为6500的用户 你知道这是多么令人开心的改变吗 更让我开心的是 我还能用到比旗舰α7更高级的实时眼部对焦 这简直就是拍昧神器呀 看着这个小框框一直追着妹子的眼睛跑的时候 那是真的开心呀 恨不得让α7用户来酸一酸啊 不过眼部对焦只针对照相 摄像上呢面部追焦还是可以 只是我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唉 是我脸不够大吗 焦直接被抢走了 我才是主角好吗 这个问题从6500就一直存在了 不只是自拍 拍别人的时候也是 妹子在前面走 一个不留神 焦就被旁边的路人抢走了 而6400多出来的触碰追焦 使我感到整个相机最厉害的改变 没有之一 打开它后 我只需对准我的主体一点 焦就会一直追着主体了 旁边的人再也抢不走我的美丽 是不是很熟悉 这就跟OSMO至于那些手机APP里 追踪功能很像啊 但它并不完美 遮挡和背身都会影响到追焦的能力 可是又如何呢 跟丢了我再点一次就行啊 我不仅有自动追焦 我还可以主动干预 这是对Vlogger们来说最好的改进 整个对焦系统的进步看似很小 但却是6400 真正超越6500的地方 索尼的对焦一直很好用 特别是在对比过GH5和富士之后 而照目前来看 6400几乎是索尼自动对焦性能最好的相机 6400还有很多细节上和体验上的进步 更亮的液晶屏 没有限制的拍摄时间 以及机内内置的延时拍摄 这些不就是我们在用6500时遇到的烦恼吗 最后 我也只剩下防抖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了 用惯了GH5的人才拿到6400绝对是接受不了的 但经验让我不自觉的去尽量抓稳6400 一开始我会特别的在乎 可之后你慢慢的就能接受了 换一个角度来想 如果你一直习惯用稳定器拍东西 那么你依然可以给6400接稳定器呀 我们的工作就是大量的视频拍摄 在用了APS-C M43全画幅之后 我还是会青睐APS-C 因为它是最接近电影机视角的画幅 6400可以让你摆脱α7 摆脱繁重的设备 可以轻松拿起 无论是工作还是游玩 无论是拍照还是拍视频 它都能很好的帮我完成 特别是视频 这是你能用到HLG格式的最便宜的索尼相机 100帧升格时 你也能自动对焦 当你需要专业时 你可以用到6500甚至α7的很多功能 你可以配很多的配件 上肩大师头 那么当你需要抛开一切 你也不需要稳定器 不需要麦克风 只有相机 你也不会被它的自带收音困住 6400的机内麦克风真的很不错 在我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 想要梦里那只蜻蜓带我去远行 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 再想和你伸一句爱比 我开始美丽的机遇 或者我只需要一个配件 买黑卡时买的这个控制握柄 带着它 我可以单手介意的操作 就这样比起黑卡 你的Vlog拍起来一定会更过瘾 你会获得更好的画质 更多的可控性 值不值得买 我很喜欢6400 它并不是一个降级产品 它是一个用心改进 并吸取了建议的升级产品 我还是有很多困扰 比如4K太容易过热 菜单还是那么复杂 液晶屏分辨率还是那么低 可这些阻挡不了 6400成为我心目中 索尼最好的APS-C相机 这也是我认为性价比最高的Sony相机 6400的价格比黑卡6还要便宜 而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想从0开始尝试Vlog 买黑卡吧 更自动化 更紧凑 更方便的操作 光学防抖也会给你更稳定的画面 让你在初次尝试和新手阶段 获得更多的信心 可当你有一定的拍摄经验 并且熟悉稳定器的运用之后 6400绝对比黑卡好玩 但你说它是目前市面上最强的Vlogger机吗 不 我不会这么想 因为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而6400它还有很多我想要却没有的东西 我期待一个更好的相机 6400给了用户一个参考 也就是说 当你想从6300以及6500升级你的相机时 等着 我倒要看看α7000还能得到怎样一个更高级的体验 嗯 希望不仅仅是防抖吧 TESTV主观综合评分 7分 7分钟 2 1 3 3 4 5 6 5 5 15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杨茜茜 好 又到了上电视时间 那么你觉得这个6400怎么样呢 请扫描这个二维码 或者在视频简介里边寻找投票链接 给咱们投票吧 那么本期啪啪啪啪什么呢 啪的当然就是这个6400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套机 这有一个1650的镜头 整个一坨23块3起啪啪 那么淘宝搜索TESTV新寻宝 现在已经开始了 好爱好爱 苹果不是搞了一个shoot on iphone的活动吗 那么我们也来搞一个叫 TESTV春 手机摄影大赛 今天开始举办了哟 只要你会手机拍照 都可以来参赛的 参赛的具体规则呢 参赛的时间呢 还有奖项设置呢 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TESTV值不值得买 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嗯 我们都会在那里告知大家的 除了有非常丰厚的实物奖品以外呢 获奖作品呢 还可以出现在TESTV的周边 以及淘宝店的货品里面 啊 是不是非常的刺激呢 请大家踊跃的参与哦 现在已经开始了 快去关注吧 好 来上电视 Vladysleverturge说 I'm the only low wise subscribed to you guys I love the review Greetings from Shanghai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subscribing to us and you are not the only one David丁说 下期又要有小姐姐了 终于明白自己 为什么每期节目都追着看呢 啊 朋友 流水的小姐姐 切打的女后妻 这个道理你是懂的 你确定不是为了追着女后妻看吗 好 今天第一件事情 必须要说一下哈 我们的重磅产品 重庆小面 现在已经上架哈 大家 大家赶快进店 必须尝一下 而且从今天开始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 因为是新品 我们搞一个促销 买一盒 第二盒 搬家 嘿嘿 第二个事情也很重要哈 我们TESTV首次向全球招募 新的小伙伴哈 如果有兴趣来加入TESTV团队的 扫这个二维码哈 进我们的公众号 具体要求和信息 看这里哦 嘿嘿 最后淘宝评论上个电视啊 网网号TV 打打打打 2013说 新人报道 看节目好久了 第一次买零食 真的超级好吃 三通好漂亮 贴话 舍不得 先斩着 哈哈 这回没人搞灯 就看老板让不让我上电视了 提醒大家一哈哈 很多小伙伴都看了我们节目 但是没有支持我们淘宝店 进去看一看 真的 东西都非常好吃 相信我 嘿嘿 TESTV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 别别忘了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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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你倒霉 到楼上了 了 看来 这不是 你还没人 你还没人